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拉巴的母型巴布尔3潜射型巡航导弹也试射成功 这意味着巴基斯坦已经拥有了三位一体打击能力 地面有多型弹道导弹和陆基巴布尔 空中是未来由骁龙携带的雷电巡航导弹 海里是舰载哈拉巴和由阿克斯塔级常规潜艇携带的潜射巴布尔3型 而且巴基斯坦也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除了潜射巴布尔3它还有机动发射的沙辛3导弹可覆盖印度全境 时至今日这位巴铁已被无暇阿蒙 我们有必要再回过头来检视一下它的核战略 长久以来巴基斯坦已是被猛罩在印度庞大军力的阴影之下 虽然近年巴军技术水平有所提升 但是国力差距造成的军力差距是很难完全拉平的 而且巴基斯坦国土缺乏总身 印度方面针对巴军提出了所谓的横启动战略 即利用优势兵力主动快速进攻 给予巴军重大打击 当然横启动战略存在很多问题 其中的什么联合作战啊快速集结啊 根本不是现在的印度军队能做得到的 但对巴基斯坦来说印度真是庞然大物业 别的不说印军西部军取一票部队 装备水平接近苏联末年我不是 巴基斯坦在兵力和装备数量上 掺老大一劫很难扛得住这么多大胜口 可是单靠常规军力也实在拿印度没办法 进行核威慑也有很大困难 因为横启动速战速决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掌握主动权 控制主族规模 避免上升到核战争 因此巴基斯坦不得不采取激进的进攻性核战略 军力占优的印度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但是巴基斯坦不和人士却直言不畏 一旦遭遇横启动 巴基斯坦要首先使用核武器 当年北约抵挡苏联的钢铁洪流要靠魔物 现在巴基斯坦抵挡印度的大牲口 也还是要靠魔物 按照构想 巴军的核武器使用将成阶梯状升级 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 打击深入巴国土的印度军队 遏制无效再打击靠近边境的目标 最后才启用战略核武器攻击印度的大城市 巴基斯坦的核战略是进攻性的 但是国防战略却是防御性的 巴基斯坦激进的核战略目的是制止战争 为此巴方还是较为明确的提出了他使用核武器的底线 与之相反 印度的核战略是最低限度核威慑 核弹头数量可能比巴基斯坦还少 印度靠常规军力就能压死小巴 当然不需要这么多魔物 可是仔细想想的话 巴基斯坦的这种核战略问题实在也不少 其一巴军战术核武器的实战效果就很可疑 而且效费比也不高 战术核武名字唬人 但它并不是扔个一两发就能炸掉阿三全家 巴军的战术核武逼性冷战美苏数量是差远了 美苏当年战术核武器普及到诗 巴基斯坦肯定是没法做到地毯式核轰炸 而且当年美苏的战术核武器都是小型化热核武器 用的核材料较少 当量可在几百吨到几十万吨之间调节 这样才能有较好的效果 但是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没有热核武器 因此核武器的消费比就更低了 本来数量就不多 何况质量也不好 这样一来 巴军战术核武的实战效果 可能还不如大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 比方说巴基斯坦特有的多管进程导弹NASR 但近过小只能塞下低效率的枪式核弹头 结果就是当量小战染大 简直就是一种超级化学武器 可是对付装甲部队就不怎么管用 这玩意儿要占用大量宝贵的核材料 反而影响了战略核武器的发展 要说他有什么优势呢 那就是他挂着核武器的名头 可以从精神上威吓敌人 最重要的是阶梯升级核战略 可能本来就无法实现 一旦巴基斯坦使用了战术核武器 印度很可能会用战略核武器还击 使得双方升级到全面核战争 而全面核战争 印度当然落不到好 但巴基斯坦肯定更惨 虽然八方在核武器技术和导弹实战化方面 有着不小的优势 但双方的战略态势实在太过悬殊 印度地大人多 抗打技能力强 巴基斯坦在核武器面前就显得很脆弱 至于印度承诺的不首先核武器呢 目的还说印度不基于别光领土呢 现在印八只是在进行缓慢的核武器升级 但是他们进行核军备竞赛的潜力远远高于朝鲜 爆发核战争的威胁也更大 双方战略国立的部队等既导致了印度的过分自信 也带来了巴基斯坦的焦虑 再加上双方核武器水平低 反而更可能导致在实战中实 这就说明啊南亚局势远不像阿三阅兵那样 喜闻乐见 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虽说核武器的战略意义极大 但也不过是一种武器 并不是有个核武器 有个导弹就可以聚地于国门之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